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值營投資 這波大盤的走勢 當然是由外資帶動上來的 你自己看一下籌碼面臨的變化 指數從7663漲上來過程 有沒有看到外資做拉台的動作 所以台灣是一個潛跌性的市場 容易受到外資所左右 所以你只要能再漲勢領先外資買股票 再跌勢領先外資賣股票 你的勝算就相當大 電子股的鴻海 你自己看一下 我說68.8只跌 買完之後外資沿入了買上去 金融股的國代金 有沒有沿入了買鈔 所以漲勢的一個架構的股票 押回修正站在買方 只要外資的一個持股沒有鬆動 所以對於全職性的個股 你要懂得重壓 那個timing進場點來了 你就不要客氣 鴻海一千多以股本的股票 我在幫很多投資朋友的一個大忙 為什麼 從九十幾塊錢 八十幾塊錢 七十幾塊錢 很多投資朋友都買 沿路的top 沿路的top 我在21號告訴你它只跌68.8 對 沿路上來 從68.8上去之後的回檔 一根長黑打下來 我說它至少會有三波的行情 所以7月8號可不可以再買 空手者 告訴新會員再買 7月8號 7月8號的訊息 10.03分 定價73.6買鴻海 空手者嘛 就是之前還沒買的嘛 對 第一檔沒有買的 7月8號 10.03分 定價73.6買進 10.06分 73.5 當然可以穿價成交 我趁它回檔修正 告訴空手者的新會員再買 因為至少會有三波的行情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天7月8號買完之後 連漲了4天 有沒有領先外資布局 看一下籌碼面的變化 所以外資不停的買 我說股價難回頭 有回頭記得要站在買幫 這樣的分析 你應該記憶猶新了 所以在上禮拜五 紅海 它漲還是跌 當天大盤跌了131點 紅海 上個禮拜我告訴你抱著 收盤77.4 抱著 今天呢 收盤79.3 繼續抱下去 為什麼要繼續抱下去 整個一個籌碼面的一個變化 除了剛才的一個外資 買超不停之外 融資一額減少了4萬多張 籌碼穩定 另外呢 我告訴會員量價沒有失控 繼續抱下去 我們在盤中10.10 告訴會員 紅海今天股價79.3在創破斷高嗎 對嗎 量價沒有失控 融資在地渡 外資還沒有鬆動它的持股 這張股票 你看我如何賺下去 全職性的個股 該如何中壓 該如何大波段操作 這幾年紅海的低點 我說過我都抓到 每次上去都是大利潤 沒有一次有例外 所以對於會員手中的持股 我們會不停一個追蹤 什麼時候該減碼 我知心中 當然會有一定的一個答案 價位大 自然會出手 好不好 所以對於現在的行情 外資還沒有鬆手的情況之下 有些股票 有下來要買 好不好 那至於停一點 就像昨天的精華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我前兩次的賣點 都賣在860以上 我說過我這次的賣點 也一定是在860以上 今天的一個精華 幾塊錢 收盤841 今天跌了20塊錢 要插作這種高價股 沒有相當大的耐 你賺不到錢 好不好 7月5號 精華 860以上 獲利賣出 訊息你也看過了 對860附近 分批獲利減碼 1.15分 很好賣 860以上 一定賣得掉 賣完之後 隔天打到跌停板 798 799附近接回 那7月10號 漲到860以上 再賣一趟 7月10號的訊息 799附近 買到了會員 860附近 再出現一趟 9點15分 有沒有在860以上 16分865 很好賣了 這一趟又賺了66塊錢 兩趟超過210塊錢 5張100萬 這是誰的績效 你想不想擁有 所以對於精華 我們兩次的一個解碼點 都在860以上 7月10號 對不對 賣掉之後我有沒有低界 上禮拜五大盤盤中跌了100多點 確立它不會再跌了 確立精華不會再跌了 836把它接回來 7月19號的一個訊息 傳染股的領頭羊 以前大盤只跌 860以上獲利賣出的一個執行 838以下就可以接回 有沒有在838以下 當然可以順利成交 所以上禮拜有大盤中跌 買精華 買領頭羊 到昨天禮拜收870 這樣是不是哪四口 昨天禮拜我怎麼跟你分析精華的 昨天最高880 禮拜的高點也是880 這次的高點 889 沒有過耶 昨天 講得很清楚吧 量價結構 決定它的賣點 量價結構 決定它的賣點 而且我昨天已經跟你講過了 我這次精華的賣點 一定賣在860以上 為什麼 因為昨天禮拜二 早盤 你是不是在要賣 昨天的精華 你有沒有看到量價不對稱 870以上就可先獲利賣出 我們在昨天禮拜二 還沒開盤之前 8.59 告訴會員 量價不對稱 870以上就可先獲利賣出 9.05 9.05分開盤之後 有沒有在870以上 有沒有很老賣 我昨天已經告訴過你了 量價結構決定賣點 我會賣在860以上 對啊 昨天的量價不對稱你知道嗎 昨天的精華 還沒開盤之前 我就告訴會員 870以上就可先獲利賣出 很聰隆的高檔做8檔 這是我的動作 836買的 880賣 這一趟再賺44塊錢 3趟的累計報酬率 有沒有超過250 5張就好了 超過125萬 你想不想擁有嗎 你想不想擁有 這種不管是電子股的股王 還是傳產股的股王 所帶給你豐厚的利潤 今天的精華 841了 你昨天有沒有賣 你昨天有沒有收到這通訊息 這通訊息 不僅讓你賺44塊錢 還讓你少賠了39塊錢 避開39塊錢的風險 剩841 所以整個一個精華 近期可不可以接回 889沒有過 昨天高點就前天的高點880 3次的一個操作 進場點 出場點 我都讓你知道 你有沒有哪一趟你有賺到 所以對精華的一個後世 這禮拜會不會接回 還是我再看看再等等 如果它的一個形態 有轉落 比如說大力光嘛 你也知道我們980賣掉的吧 大力光 7月12號 980賣 你們看到 7月12號的12點26分 980附近減碼 是不是在980附近 很好賣 真的很好賣啊 賣完之後 到上個禮拜五 867嘛 先暫時不出手了 等待最好買點幅線 我會再通知你 也就是說大力光 我們在7月12號 高檔做8檔 近期的操作 我沒有那麼積極 我在等什麼 等待最安全的買點 等待時間波 空間波的一個修正 來到我符合 我認為可以帶會員買的 我就會上車啦 所以高點有賣出資金 需要急躁嗎 大力光我需要隨便亂去亂追嗎 我說等的那一則訊息出來了嗎 你清不清楚 對 盤後的傳聲稿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對今天的一個精華 什麼時候結尾 什麼時候結尾 如果這禮拜 感覺量價不是很漂亮 感覺形態好像有走落了 我當然可以繼續等 我當然可以繼續等下去 股票不是短線的一個操作 如果你就可以致富 我們要的 如果是波段的累計報酬率 可以讓你產生一級就中 可以重壓下去 那個買點浮現的時候 再出手 安全可靠 是你的一個出手 需要考量的重要的一個策略 做股票 怎麼可能會沒有風險 任何的金融商品 你只要投資 它伴隨著就是風險 如何降低風險你敢知道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反市場來操作 別人 股票在購不敢買 我帶你買 是不是降低你的成本 是不是在降低你的風險 別人在興起的時候 每天在吹牛漲停板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那是一個 高風險的一個動作 要介紹漲停板的股票太簡單了 真的很簡單 對吧 股票隨便按一按 有沒有 這幾乎是漲停板 大漿 紅玉 排1 要介紹漲停板的股票 讓你認識太簡單了 但是你真的有辦法賺到嗎 價值型投資的一個本質內容 不是基歐股不會帶你買 所以對於我們這次 金華三趟累計的報酬率 所給你的 是過去績效的印證 下次的買點你不知道在哪裡 股王股後 小股王小股後 決戰的一個下次買點 你想不想清楚 你要不要來預約嗎 昨天有一位補習班的班主任 打電話進來 那我不方便 講出他的姓氏 因為沒有經過他的允許 因為他在 在當地 他是非常有名的班主任 那個縣市他最大啦 講到白就是這樣啦 他指名 就是要做大力光 因為他之前看我的節目 大力光 他看節目下去買 他就賺到翻過了 那因為他做班主任 經營的規模又夠大 所以他跟我講過 他沒有什麼時間啦 所以我也蠻感謝這位 補習班的班主任 認同我的一個操作裡面 雖然你在過去 其他頭顧你有受傷 不會清楚 但是接下來的一個決戰點 不管是我們的代進還是代出 我們盤中訊息 會給你做清楚的一個交代 如果你想知道 股王股後 或是小股王小股後 下次買點的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蔡老師會很大方的 讓你知道 他們能介入的一個買點 休息一下 蔡惠來 民國55年 全台國小美班約52個學生 當時約二十個年輕人 撫養一個老人 民國一百零一年 全台國小平均一班約二十五人 預計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約四個年輕人 需撫養一個老人 隨著社會的變遷 少子女化與高齡化 已影響年金制度發展 彈習下一代 請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第一手資訊 近在亞洲頭部手機APP 資訊電話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超越大函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部 用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部 帶您邁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部 亞洲頭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接近電話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七七 亞洲頭部 零二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部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媽媽 鵝排七七七窗 專利複合是島塊 隨便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七七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股 也是 擔有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概念 高票 低檔買 往上走高 要懂得停泊 所以對於今天的金融類股 黑街棒 跌下來 亮亮結構 告訴你 它還會再漲 還會再漲 所以當昨天的國泰金 伴隨著金融指數創新高 有賣壓沒有結束 你知道創新高的同時 通常會有獲利金的賣壓出來 昨天的國泰金 如果你能先賣一趟 那是最好不過 對不對 首先國泰金 還原前指創下波段新高 對 那壓回可不可以 再買 我說有賣壓沒有結束吧 有人在賣 但是要不結束 知道嗎 所以今天一個國泰金 可不可以低接回來 國泰金 9.59分 外資買差不斷 融資還在低檔 43以下可買進 國泰金 9.59分在43左右 很好低接 籌碼命穩定的現象 剛才已經跟你分析過了 外資賣 融資怎麼樣 持續性的一個遞減 這非常好的一個籌碼穩定現象 看它金金漲 你賣出去 籌碼歸向外資 股價就還會再漲 有低點 當然可以站在買 所以國泰金今天 43低接 尾盤稍微拉高了 43.3 我們做這種股票 不是要賺三毛 你應該知道 蔡老師 傳達給你一個價值型投資的理念 對 全職性的個股 要知道中壓 要知道那個高低點的轉折 發生在什麼時期點 不是看著一檔股票上或是下 你都沒有做出任何的動作 我們給你方向只要對 波段我會做給你 價差我一樣帶到 好不好 給馬克 全職性的股票 7月10號我告訴你 它會被壓抑 跟晨星的溢價差高達26% 我說有人會賣下去 對 有人會把它賣下來 所以7月10號 350以上市價獲利出勤 可以賣在350 352 很好賣 對 股價有沒有被壓抑下來 有沒有被壓抑下來 真的有落的 觀點你要先走一座嘛 沒有錯吧 所以當它1234連續四根的黑街棒 三跳空 按照我的規劃接回來 上禮拜四的動作 大家很清楚 低階 低階不追高 上禮拜四的連馬克出現三跳空 極點買點出現 332以下就可以買回 買332、330都OK 對 那重點是 上禮拜五大盤中錯了130點 怎麼辦嘛 股票不用怕短線的震盪 大盤多急跌一天 那當然是讓你再度上市的機會 所以上禮拜五的連八顆 連五黑不殺低 是我告訴你的結論 可以低階 是我告訴你你的策略 因為這禮拜必大漲 上禮拜五 我有沒有做出動作 我不是指上談兵 訊息告訴會員 上禮拜五連八顆 連續下跌五天 下個禮拜一定會上漲 空手者直接試駕買 9點37分 320附近 試駕買保證成交 反市場的操作 第一點我會帶你買 所以這兩天才參加的班主任 還有那個陳太太 你看我節目 知道蔡老師的反市場操作 到時候我通知你買點是股價再回檔修正 你就大膽跟我出手 不要像其他的分析師只會追高殺低啦 追高殺低不需要我來教 因為那是害你的 低進高出才是可以幫助你 得到一個財富的一個致富之道嘛 所以呢 連媽哥上禮拜五很重要啦 320 試駕買嘛 試駕買啊 對還是錯 兩筆都賺錢啦 因為你看一下這禮拜真的大漲啦 禮拜漲8塊錢330.5 禮拜三四3.5再漲13塊錢 不管買330320 到昨天有沒有大賺 有賺錢嗎 有賺錢嗎 自己看 352賣 330320接 到昨天343.5 高點賣低檔接 昨天上漲成績量8000多張 他的攻擊量是1萬張以上啦 所以昨天上漲不錯 但是還要再補量 今天連媽哥繼續上漲 還是要補量嘛 5000多張 所以今天為什麼小漲 因為利用不太厚嘛 所以對連媽哥如果要繼續的推升 陳家洋要出來 那如果陳家洋沒有出來 股價回檔修正 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站在買吧 這答案當然是肯定句啊 所以對我們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態度 高檔減碼低檔接環的一個過程 每一檔股票比照辦理啦 貿敵新日光也是一樣啊 上禮拜四跌下來 第一檔我有帶你買 漲了24%回檔5% 多方格局沒有改變 禮拜五我也是這樣跟你說啊 我說他還會再漲 怎麼是講在前面讓你應徵在後面 昨天有沒有大漲 對今天有沒有繼續漲 有沒有繼續漲 對連漲兩天啦 先來看這一根長的高點怎麼過嘛 能不能過嘛 新日光 上禮拜我連跌四天 我告訴你這禮拜 第五天轉折向上 這是上禮拜的分析啦 這禮拜昨天有沒有大漲 那你為什麼不上禮拜買 為什麼昨天才要去買 昨天有利多消息啦 報紙上你自己去看 所以上禮拜買根 昨天買的差半根耶 我告訴你對不對 知道會漲低點趕快卡位啊 所以對新日光今天回檔修正 你昨天有去追的 你今天有沒有看不好啊 你今天想不想把它出掉啊 你今天會想出的原因是 昨天你去追高點嘛 所以短線的一個操作 沒有幫助到你耶 長線的看法會保護短線耶 所以對於太陽人族群的一個 長線架構我說過 我看好 接下來幾個月 你會看到很多檔太陽股票 他們的業績由虧轉盈 慢慢的浮現 慢慢的會浮現 但是不要等到股價大漲之後 才知道可以買 不要等到股價有利多消息反應之後 你再去追好不好 金可 我禮拜告訴過你 五六小賺先出一趟 當天賣完之後盤中快跌停板耶 禮拜一啊 會記得嗎 會記得嗎 我已經給你一個結論 我一定會接回 我一定會接回 這邊先出啦 先避開這個急跌段嘛 你的心裡會比較踏實 對 急殺耶 還好有閃過 有閃過 不是心災樂禍耶 你會更大膽的來地街啊 你會更勇敢買低點嘛 所以呢 金可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鐵鐵板附近可不買 這邊可不買 有沒有賣 你拜你高點有出的 這邊可不買 12.31分 金可早盤 565賣出了一個資金 這裡啦 這裡啦 547附近接回 12.31分 12.33分 546 是不是在547 充容的低接 避開風險 準備迎接利潤 我說到一定做到 我說到一定做到 今天的金可幾塊錢 566 不是洗瓦金 是隱形眼鏡的公司 56買到 今天566賺20塊錢 這是我的一個操作 所以對於 現在外資 買不停的一個台股 他給你賺錢的機會 是相當多 你想想擁有 股王股後的買點 小股王小股是哪兩檔 你知道嗎 不知道你就卡定會來問 你有心要跟蔡老師 迎接外資買超 不停的一個大多頭 行情的一個架構的 投資朋友 不用客氣 來預約 不管是股王股後 還是小股王股後 下次的決戰買點 我會很大方的告訴你 只要你願意跟我 並肩來作戰 歡迎你的加入 也歡迎你的來電洽訊 明天的行情 我同步展望給你 明天見 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每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份夢想清單 江慧的梦想清单很简单 长阳大自然 甜甜山海和汤 逐围捷运战前水岸第一排 原历水济园 我是江慧 我在水济园 第一手资讯 见在亚洲头部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蓝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亚洲头部 同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部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亚洲头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头部 2578-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部 头痛 请用五分钟 大部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把拉利赢家 能清楚掌握 带您的工作坡 客氏 财富的筋署 知道共兵预 NGOs